苏州国际金融中心450米高 像一条鱼尾跃出江南水乡 跃出中国经济强省江苏的第一高度 就在交付钱的例行检查中 一组数据引起了叶红金的重视 机表盘显示的这个付钱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2.28米 2.25米 数据反映的是大厦93层的TSD液态阻尼器的水箱液面高度 怂立于地面4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是人类的创造 但是随之而来的稳定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人类 设计者们尝试在高楼顶安置各种类型的阻尼装置 当强风或者地震来袭 楼顶的阻尼装置能产生一个反向作用力 减缓大楼的晃动 苏州国际金融中心采用的是全球最经济的水箱式阻尼装置 一个体积1300立方米的高位重力水箱被安置在大厦顶层 人们利用液体的天然流动性来实现强风中楼体的相对稳定 在运行的时候它的水的控制应该差不多在三分之三 因为担心寒冷导致水箱凝结 叶红金立即爬到国际金融中心的最顶层 我们今天主要是针对这个液态阻尼器 对它的这个保温层进行一个检查 在包裹水箱的钢板外 建设者用保温盐棉铺设了一道保温层 保障水箱中的水在冬季不发生凝结 因为无法直接观测到水箱中的具体情况 叶红金要依靠水箱阻尼器的加速仪来进行最后的检查 这是用来监测水箱中水流动情况的黑匣子 加速仪绿灯闪烁 阻尼器一切正常 在距离苏州国际金融中心85公里外的上海浦东 上海中心大厦632米的中国第一高楼 拥有全球目前最大的调鞋质量阻尼装置 12根26米长的钢索 吊起重达1000吨的质量块 当强风来袭 楼体晃动 质量块开始做工 将动能迅速转化为热能消耗掉 减缓大楼晃动 但质量块不能无限制运动 它的运动必须要被控制在许可的范围之内 它采用的电涡流技术 以往用于磁悬浮等工程 这项技术用于风阻尼器 是中国首创 2021年1月底 每年一次的阻尼器检修即将开始 整个运维阶段 它基本上是出一种免维护的状态 在2018年经过了好几次台湾的一个验证 如何确认这1000吨的庞然大物 仍然满足设计要求 这个任务落到了工程师丁孙伟的头上 上海中心大厦的阻尼器能够在人们控制的范围内运转 核心就是依靠永磁体 丁孙伟务必要确认上海中心大厦的永磁体是否一切在线 准备好了做第一个工化 这个是模拟的纤维感的一个动态测试 在这个速度点下 每个阻尼器它能反映出来阻尼比是多少 跟我理论的值得去比较 确保它这个出来的阻尼性能是符合这个设计的要求 只要用磁体中心磁场强度达到两毫特 阻尼器就可以被控制在许可范围内运动 数据在手 丁孙伟开始了检测 先测一下磁盘强度 面对千钧之气 工程师们每一步都不容闪失 中心磁力2.76毫特 满足设计要求 阻尼器上的雕塑是上海慧眼 灵感来自山海经中的竹笼之眼 上海中心无惧风雨 自成风云 风云纵横东西 这是成都的第二座机场 十天后 它将迎来首架飞机 成都现有的双流机场 年旅客吞吐量超过五千万 以严重饱和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投运后 时速350公里的高铁 将从航站楼下穿行而过 这是中国西南首座立体交通枢纽 但陆空的无缝衔接 却给建设者带来严峻的考验 这里是天府机场的地下隔阵层 头顶是机场T1航站楼 脚下就是成字高铁 粘进声 正在为试飞做准备 飞机起降之时 如果地面沉降超过20毫米 下方的高铁 将会面临极大的运行风险 结构尺寸 包括我们前期的这些工作 做得还可以 但目前我看 离我们整体的释放 还有几个条件不具对 为了增强机场的抗震能力 建设者在地基承重支柱下方 安装了192个隔阵支座 隔阵支座通过弹簧系统 可以将水平与垂直方向 90%的震动化解 让飞机起降与高铁穿行 互不干扰 保障彼此的安全 沾浸身对地面上的每一个重量 都很敏感 还有一件事 压在他的心上 你这个还有多少没有装 玻璃还有3000多方 我们现在试飞就只有10天了 我们在试飞前 所有的玻璃都核在闭上去 对我这个玻璃 就是没法 我的玻璃没法靠过来 隔阵系统的启动有一个前提 机场所有的地面工程 必须全部完工 机场3400平方米的玻璃木墙 总重超过300吨 只有将玻璃的重量 安装完毕后的空间结构分布 一一计算进去 沾浸身他们才能准确设定 隔阵支座启动时的参数 5%的这个连接件 这边要有4公分半 然后这边有1公分半 现场改装连接件 影响了玻璃木墙的安装进度 为了这次试飞 沾浸身用上了全部人手 三天后玻璃木墙全部安装到位 沾浸身全力以赴 开始试飞的准备工作 史蒂文是沾浸身为此次试飞 请来的国际隔阵专家 我们有一个车 在未来的车 是在350公里的速度 你必须要非常小心 专业能够好处 使地文迅速发现了问题 隔阵制作的保护装置 过于贴近地基承重支柱 这会改变隔阵盘皇的受力情况 影响最终的抗震效果 尽管史蒂文已经完成 全球数十个大型隔阵系统的施工 但对于机场下方 时速350公里 不减速穿行的高铁隔阵 它不敢有一丝松懈 火泥土强度51.8 627.38 第一点627.38 639.01 第二点639.01 需必释放条件 开始释放 5 4 3 2 1 好了 试飞日来临 大考正式开始 四川航空公司 这次特地派出 曾创造民航史奇迹的英雄机长 刘传健 今天一看非常好 我觉得天使地人格非常配合 非常好 今天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开展了首次试飞 首批有六家航空公司的 六架不同机型客机 参加试飞 飞机时间聚集18分钟 我们将于在军时间上 10点10分 降落在天府国际机场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未来的每日起降航班 将达到1200架次 单条跑道平均每5分钟 接受一次400吨赫载的冲击 每日承受12万吨赫载的冲击总量 来了来了来了 那边都是 从10点10分到10点40 六架试飞飞机全部安全落地 飞机落地 詹进生的心还没有落地 他还要对隔阵系统 进行最后的确认 639.83 原始高度639.01 上幅0.82毫米 0.82毫米 隔阵弹簧的沉降 在允许范围内 六架航班成府出港 天府机场首次试飞 全流程结束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投入使用后 将与成都双流机场 形成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双飞翼 助力成都成为对外开放的国际化